哈喽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大概有两个星期没有更新视频了嘛 因为在过去的这半个月我一直都没有在家没有在北京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更新视频就连直播我也都割掉了 在上个月底我因朋友的邀请去了一趟广东去了深圳去了广州 回来之后我又去了山东去我媳妇老家带我家宝宝去见一下他的外公外婆 所以呢就耽误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没有更新视频 直到昨天我才回来但是我在10号的时候又要走 所以可能又要几天没有办法更新视频了 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是和大家来聊一下我过去的这半个月去了哪些地方 见到了哪些朋友做了哪些事 在国庆前我去了一趟深圳见到了几个朋友 其中有两个应该大家也比较熟悉 一个就是金水 他也是一个up数 还有一位就是数字尾巴的老板 尾巴大叔 然后我还去参观了电子烟的生产工厂 因为邀请我去广东的这位朋友 他就是做电子烟的 或许是因为有太多人对电子烟有误解吧 所以呢他也想借我的频道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电子烟的制作和生产 所以他这一次就带我去到了工厂 深入到产线当中去了解电子烟的全部流程 其实电子烟的诞生地就是在我们中国 可能很多朋友在很久以前听说过如烟这个东西 其实如烟的创造者就是电子烟的开创者 但是后来因为普及率太低 所以呢最后还是退出了中国市场 并且把相关专利卖给了国外 在如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中国的电子烟产业可以说是完全停滞的 但是在国外电子烟却一直蓬勃发展着 而且市场也越来越成熟 但也正因为如烟的诞生给后来的电子烟带来了无穷的灵感 才有了现在的这种电子烟 自从有了电子烟 我们才在香烟前面加上了传统二字 或者干脆称它为止烟 但是香烟对于几百年前的人们来说 一样也是陌生的 他们也是不放心的 就像是现在很多朋友看待电子烟是一样的 有些人觉得电子烟对身体的危害要比止烟大得多 甚至有些人觉得电子烟是一个有百害而无意义的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大家对于电子烟这个东西太不了解了 而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大家所想的这样的 OK 这一期视频就是我深圳之行的第一部分 探访电子烟的生产工厂 一会儿会见到金水 金水它就在深圳 然后我们就约了一下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哈喽哈喽哈喽又见面了 没喝过这个饮料 北方真的没见过 我在北京真的是没见过王老吉出的这个四宁吉 我到了深圳之后 首先去的就是电子烟 烟蛋的塑料外壳的加工工厂 从一开始烟蛋模具的开模 到之后塑料外壳的住宿和生产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首先就是烟蛋的设计 这一部分十分的关键 它将直接影响到烟蛋的故障率 漏油率甚至它的口感 在设计完成之后 再把设计交付给那些能完成误差在几个MU的模具工厂来进行开模 据说在深圳能完成这个精度的这个开模的工厂是没有几家的 刚刚我已经参观了一下开模具呢是需要使用好几块钢板 然后在里面开好这个槽 然后呢合到一起 就跟我们平时那个就是能看到那种打金做戒指一样的一个原理 还是有一些环节是需要人手工来进行进一步打磨的 但是好像并不是很多 整体基本上全都是使用机械化来进行加工的 开模完成之后就来到了住宿车间 别小看这么一个小小的烟蛋啊 它的原料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原料就是塑料 这个塑料的原料首先它要能达到食品级 其次还要保证它有一定的强度和韧性 据他们工作人员讲 目前能达到这个要求的塑料原料 在全球只有一个工厂可以生产 那就是来自美国的伊斯曼 所以这么一颗非常不起眼的小小的烟蛋 它的原料全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整个烟蛋的注塑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融塑注入模具然后成型 然后是开模的数量可以一次产出多个烟蛋的塑料外壳 这一下十几个 在走访完烟蛋模具的生产工厂之后 下一步我们就来到了烟油的生产工厂 我们到的这一家烟油工厂应该是业内数一数二的烟油工厂了 在那我们和他们的专家好好的聊了一下 当时金水也在 因为烟油才是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东西 那么整个烟油里面的话它应该会分四大块 一个比较醇 一个干油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铝骨丁和铝骨的盐 那么还有一部分我们叫风味成分 然后叫飞温 然后叫飞温 那么从比较醇来讲它目前我们用的 食品用的都是来源于天然的 它是通过蔬菜的一些这种发酵工艺等等 然后分离得到的 发酵 对 通过发酵一些工艺得到的 那么我们讲的干油是天然的 那么比较醇目前国内可以允许使用的是一二比较醇 那么一二比较醇目前整个价格非常便宜 对 那么它的主要来源是从一些这种 使用化工艺衍生的一些产品 从个合成得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市面上所有的基本上 不说所有完整体以上的这种比较醇都是合成的 我们叫一二比较醇 那么有一些厂商它讲到可能用的比较醇 它是天然的 这个也是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叫一三比较醇 那么一三比较醇 像比如说美国都邦 它应该它出来通过一些发酵手动 拿到这个一三比较醇的原料了 那么这个原料它目前在国内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内容我们国内的一个 食品天然进行清单的 对 但是它在美国是符合美国使用要求的 它有非马号有GRASP的一个号码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上 像我们今天拿到过杜邦的一个一三比较醇去做对比 从独理性来讲 它的独理性会比那个一二比较醇稍微高一点 但是它应该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食品较醇的 符合标准的 对 而且它的价格相对来讲也会更高一些 对 然后第三部分的尼固丁 或尼固丁颜色块 它目前国内用的 基本都是大部分都是天然来源的 它从烟液里面萃取出来的一个尼固丁 然后利用一些有机酸 比如说乳酸也好 本甲酸也好把它装成一个盐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讲的是一个天然来源的一个目的 其实烟油的成分并不复杂 可以说非常的简单 它主要是由四部分组成 饼二醇 干油 香精香料和尼固丁 当然还有一些烟油它是不含有尼固丁的 而这几种原料它们都是来自大自然的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勾兑出来的 不过这里我还是要说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电子烟的烟油都是好的 因为还有一些是从一些小作坊工厂生产出来的烟油 它们对于原料的把控没有那么的严格 而且它们的生产环境也可能并不达标 也正是因为这一些小作坊工厂生产出来的电子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才导致人们对于电子烟的印象一直都不是很好 而在这个烟油工厂它们所有的原料都是经过严格质检的 合成之后的烟油也是要通过机器来进行检测 这是我们的那个流样石 流样石的话就是每一个批试我们都会有流样 流石号成小样 便于后面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追溯嘛 就算是烟油里面所添加的香精香料都是通过纯植物萃取出来的 在此之前我以为烟油全都是通过各种化学原料勾兑出来的 直到我这一次才明白很多东西都是从纯植物当中萃取出来的 在传统的香烟当中对我们人体伤害最大的其实是胶油而不是尼古丁 而在电子烟当中它是完全不含有胶油的 这就大大的减少了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 但这并不是说电子烟对我们人体是完全无害的 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客观承认的 但是电子烟相较于传统香烟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可以减少到95%以上 这并不是我随便说说的 在英国在日本都有很权威的机构对电子烟进行了检测 这是他们得出的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这些资料全都是公开的 在最后我们来到了电子烟的组装工厂 也就是它最后组装成一颗完整的产品的地方 美国和国内数一数二的电子烟品牌都在这一家工厂来完成组装 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烟蛋 这个流水线上需要30多道工序才可以完成 而且每一道工序都是人来手工装配的 在这里会完成烟油的灌注和最后的封盖 所以他们需要进行很多道工序的检测 来检测烟蛋的漏油率和故障率 检测所有烟蛋的各种问题流程 全在这儿 这一次去参观电子烟的生产工厂 是没有任何商业目的的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这是给他们做广告 其实并不是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钱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电子烟的使用者 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抽纸烟了 我现在只抽电子烟 他给我的生活改变非常之大 所以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到工厂去深入的了解一下电子烟 对我来说也是可以让我自己来放心一点吧 因为我爸妈对于电子烟这个东西 一直都是十分排斥的 他们宁可让我去抽纸烟 也不希望我碰电子烟 我也是希望他们可以改变一下对电子烟的看法 而正是他对于我们有益的地方 虽然现在各大电商已经不允许销售电子烟了 但是这并不是因为电子烟它不健康 它不好 而是这其中有很多经济的原因和政治的原因在里面 国内很多的传统香烟品牌都在进军电子烟领域 这其中的原因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我就不和大家来细说了 在探访完电子烟的生产工厂之后 我和金水一到又拜访了数字尾巴的尾巴大叔 至于怎么样嘛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了 as ae vodka b s b